而大朋友们开学了 不少学生返校都得先经过 服装仪容检查 但是平中有一间国中 有教长说学校怎么强托 学生的袜子 还没收袜子不给学生穿 小朋友没袜子可以穿 回到家脚丫子都闷出了臭味 而且很容易擦伤 我们在学校发现学务处堆放了 五大袋没收的袜子 但是学校解释说 这些是因为学生的袜子太短了 服装仪容不整洁 屡劝不听才会没收来规劝 开学了学生返校第一天 都还没走进校门口 就被老师挡下 要他们先脱掉袜子 校门口四五个学生排排站 有人单膝跪地 有人单脚站立 关着腰 学生们把袜子全脱了 交给老师才能进校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七早八早孩子都没有袜子穿 如何讲保护 妈妈说我买个太子 所以穿下来的 主任说一样脱掉没收 老师宜在没收袜子 让家长好生气 才刚开学 平等最近国中就有家长投诉 老师宜袜子太短 服裕不整为由 强行没收学生的袜子 小朋友穿运动鞋 没袜子可穿 不但容易闷出异味 也很容易抹伤 脱掉然后没收就不会还了 为什么没收 因为太短了 欠倒学生他一直观望不改进 那我们只跟同学们讲 假设在穿着的话 我们就要暂时没收 走进学务处发现 里头有五大袋 都是老师没收的袜子 而且清一色都是现在 时下流行的怀袜 校方解释依照服衣规定 袜子长度必须超过脚踝 学生们爱穿怀袜 屡劝不听才会没收袜子警惕 校方为了管教服衣 让学生没袜子可穿 如今家长质疑管教过档 校方也会修正做法 追踪张传宏魅如 评论报道